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在罗志祥的一片瓜田里 最好笑的就是台媒对于余正的报道了 兴趣收视差都怪小猪 余正酸,最近渣男太多了 吸光了观众害死了黄晓明 余妈时红呀,还以为黄晓明怎么了 看了一眼,也就是余妈宣传剧集的时候 顺带提了一句热搜都是渣男而已 真的不至于观众吸光吗 台媒哗众取宠,有些明星的发言 也令网友觉得挺迷惑的 向吴宗宪帮枪罗志祥也就算了 大家最难接受的是 文艺女神田富珍居然逆风转发 一战队罗志祥 是抱团帮队友呢 还是纯属脑子拎不清呀 他们还在继续夸 先给大家播报一下 猪羊变色的新番 首先蝴蝶道歉了 但对不起还带着 嗯,被网友抛轰超没诚意的 蝴蝶还狂删网友的留言 据说他会道歉是因为猪羊亲手上 有他和小猪的亲密对话证据 网传近日他一直在家以泪洗面 有人透露啊 他去年才被男友劈腿甩掉了 寻寻觅觅 还是罗志祥最符合他的择偶要求 才委屈求全当小三的 这一次在公在司啊 也要为小猪前程来道歉 这出申请戏早已上演多年了 有媒体曝光 娱乐百分百五年前就想让蝴蝶走人了 还是小猪说要和女方共进退 才把他保下来的 不过电视台方否认了 说到娱乐百分百 这节目啊 现在主打的就是狼人杀 会有这个环节 就是因为周杨青爱玩狼人杀 安利给小猪 小猪真给捧上节目了 搞事业谈恋爱 夹带私货两不悟 狼人杀这一部分 是周杨青第三个小号曝光的 当年俩人以老公老婆来相称 如今看来也很唏嘘嘛 另一边 罗志祥身边也出现了一些支持的声音 最大的支持者 当然是罗志祥的妈妈了 他很不满自己把周杨青当儿媳 他却要毁了自己的儿子 而吴宗献表示 或许大家都爱玩 毕竟41岁的罗志祥还年轻呀 还说罗志祥可以用这时间 好好地休息沉淀 大家给知错能改的罗志祥 一个机会 和吴宗献同是修比都华的成员小马 看新闻之后啊 立马电联罗志祥 说无论是聊天还是陪伴 自己都能够做到 这番言论安慰 不知道的还以为罗才是受害者呢 最神奇的是 曾经和罗志祥 互私多年的前经纪人孙德荣 在这关口啊 居然没有落井下石 还说局外人落井下石没品 说了和吴宗献意思差不多的话 希望大家给罗志祥 这个小孩反省和自责的机会 连蔡同也转发微博 赞同了 把恋爱关系和一期一夫制度 模糊起来算是倒退的说法 有网友指出 他俩不是open relationship 蔡兰还回复说 希望网友能够尊重他的赞同 至于田夫珍在逆风转发后表示 自己只是提供了一篇 有善意视角的文章 还希望大家都能够被真爱 可以看出言辞啊 还是比较的诚恳的 但很多网友的重点是 当年他炮轰张成忠不是人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 不要把感情的事情 拿到网上来说呢 不过啊 这事儿当时另有说法 网传张成忠不爽FHE 三人代言以黑比和Ella为主 还认为田夫珍的MV 找了Celina当女主是在拿她炒作 俩人因此闹掰声骂战 SHE呢 这边是否认了 从很多网友的讨论来看 大家也不是完全不认可她的一些观点的 而是结合她过往的表现来看 似乎这一次啊 显得有些双标了 特别是看到文艺女神 昔日在节目上的一些大尺度的片段 大家难免会有一种奔人设的感觉 其实吧 包括陈奕涵 贾静文在内的台湾女星 早期综艺里面的人设啊 一直都是GHS 就是搞黄色的意思 那时候 他们比现在这个励志 文艺又小清新的人设可爱多了 原来啊 他们也会这么的大尺度的 一亚洲第一GHS女团 大家都知道 SHE里面啊 最爱开车的老司机 当属Ella了 早年上我猜的时候 就花式的夸自己胸部大 要到后面找到那个头 这种虎狼之词啊 大家感受一下啊 结婚之后啊 依然是很open的 再加不穿内衣 还会用衣服 把张慧妹的头给照住 还爱打赤膊 日见无情风啊 也不避讳 他还透露 本人的癖好 就是偷看弟弟洗澡 非常享受 看到弟弟尖叫的样子 喜欢靠近帅帅的男嘉宾 最重口啊 就是提问男嘉宾 有没有胡臭 说着说着 还去闻对方的腋下 文艺说了一句 好香啊 SHE的庆功会 Ella还有神断句 很会含泪啦 最可爱的是SHE早年的时候 小偶像上节目 真的是非常的淳朴 有啥说啥的 上游乐百分百 被突击搜索行李 Celina就展示了 自己的性感豹纹内裤 Happy则说 那原本是她买给自己的 Celina穿上就赚死了 她还对镜头说 某日本女性的粉丝 也被这条裤子拉过来了 Ella还顺手扯出来 Celina的另一条黑色小内裤 被Hebe一把给打掉了 说太over了 但一转头 Hebe又对着镜头告诉大家 她的内裤是蕾丝边 而Ella上我猜的时候 晒胸部的那一集 Happy也有不少的惊人之语 爆料自己的照碑 是少说也有C 然后大家玩猜 女生胸部的Sass 她听了对方的声音之后 居然说 她声音这么点 我相信她应该有被人强暴过 吓得吴宗憲都赶紧让她打住了 叫她不要再人身攻击了 上张飞的节目 这样调侃张飞 节目之外 就连开演唱会也要开车 遇到喜欢摄影的动力火车师兄 就说自己爱被射 还被对方暖起来射 后来 田富珍单飞出专辑 走起了文艺女神的路线 偶尔也还是有小车的 比如宣传专辑的时候 被皇子焦说 外表冰冷 内心火热 他直接回应 里面穿了一整套红色 对一些事情 他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比如提到现在的媒体 都爱用耸动的标题 来博点几率 他会说 即使我知道什么会是high late 可是我就没有办法配合 但吴亦凡和小Gina 绯闻满天飞的时候 他转发了斯琳娜微博 就说 这种颜值的迷妹 容易被偶像带回房 自己要注意了 后面还打了括号 演艺圈不是这样的啦 当时斯琳娜说的偶像是黑比 在粉丝看来是很高甜的互动 可对吃瓜网友来说 就太不友好了 大家会质疑 他到底在暗本吴亦凡 还是在蹭热点呢 在节目上开过车 有过不合适的发言 这和本人的文艺形象 本来就不太契合了 加上如今的逆风转发 自己也成为了爆点 难怪网友们会有争议了 不过蛇团 还有一些无伤大雅的 开车互动 还是蛮有爱的 比如好姐妹互相的袭击 私下还会对着镜子 一起打赤膊跳舞 子琳娜还说 黑比一天到晚 帮伊拉堆肉衫 没有人规定 女团一定要端着偶像包袱吧 有些烟火器 也是会讨人喜欢的 但是在稳住人设 和highlights之间 到底要怎么平衡 也是一门学问 二 甜心教主 连罗志祥身上的剧都知道 除了子琳娜 罗志祥这次被翻出来的 绯闻女友还有杨成林 这位也是很敢说的 上康熙的时候 飙车不停歇 主动的分享自己的敏感点 说自己的背部还蛮舒服的 还会分享所谓的 生子小偏方 原来是在以过程当中 哪一方觉得更舒服来判定的 每一次他和罗志祥 一起上节目 都会有新的惊喜 他觉得罗志祥的 加热眼罩像胸罩 罗志祥就直接让他失态了 被罗志祥调侃造型中性 他就让他仔细的打量 罗志祥说能看到里面 他很配合的就张开手臂了 而且大方抖胸 他还和罗志祥说 自己也很好色 喜欢看女生动来动去 觉得很性感 当年他和罗志祥 因为海派甜心传过绯闻 但俩人关系是真的很好 毕竟是知道 他私密地方有志的女人 罗志祥被要求说 李永浩的三个优点 就说我私下说 结果杨成林大方的说 他其实就是在吃醋吧 和SHE一样 开演唱会的时候 杨成林也是要 偶尔放飞自我的 按住自己的胸说 让现场的观众 来帮他服务一下 粉丝配合他说 好 他又特别娇盛地喊着 不要不要 邀请吴清风当嘉宾 现场调侃他 会不会一秒解胸罩 这种神奇的技能 吴清风 真的是好多个问号呀 去罗志祥的演唱会 当嘉宾 说自己的衣服很漏 不过紧接着说 反正和罗志祥都这么熟了 看一下胸部又有什么关系 最搞笑的是 说潘伟博 你完全在我下面 OK 要知道 杨成林沿用至今的英文名 Renee 就是来自于早年 他的偶像组合 See In Love 在组合里面 他对应的天气现象是雨 也就是Raining 整体的走向 是有点可爱 俏皮的路线 后来单飞当歌手了 走的也是依然 可爱教主的路线 只是有一段时间 给人文化程度 一般的观感 在综艺上面 曾经有脑残言论 差点整个的演艺生涯都毁掉了 这个又有吴宗贤 也从这个时候说起吧 大家才发现 有的明星并非是学识那么好的 能做到没有口误就不错了 而多年之后 他的前队友黄小柔才爆料了 当年在团体里面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公司一定要给他们塑造出一种集体感情很好的形象 走到哪都要在一起 憋到黄小柔火大和队友已经面核心不合了 在公司的包装下 艺人们首先被观众看到的总是最好的形象 而有一天艺人突然放飞了 而公司来不及帮忙救火刹车 那么观众就有可能看到翻车的场面 再说一个 这阵子郭彩杰有点倒霉 无端的被卷入到罗志祥的新闻里 很多人对他的前男友还停留在杨又宁的身上 这个采访杨又宁说的是分手后跟他拍戏有点心软 结果港媒的用词 郭彩杰的大尺度现场不多 相比之下他的好朋友陈奕涵就精彩多了 和杨又宁宣传新戏的时候也要玩摸凶 还说对方的凶比自己大一点 此处应该有萨贝宁惊脸 上明珍也是动不动就猜凶 早年上综艺的时候被主持人问小电影去哪买 他说我用下载的 2014年他宣传电影就直接说自己有一千坠的小电影 也在这年差点得罪了郭彩杰 上活动时玩听音辨人 被说向郭彩杰 他就随口说我又没有卷舌 被指在内涵郭彩杰来内地拍戏讲话卷舌 事后为了求郭彩杰的原谅 直接把裸照发给了郭彩杰 说把柄在他身上算是化解了卷舌仇吧 至于他那些男友足球队的言论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最口无遮拦的是 他提到前男友昆达和自己的好朋友柯家燕在一起 就直接说向换期俱乐部 出席活动呼吁女性防乳癌 却脱口而出 这不通常都是男友发现的吗 和陈楚河上综艺 主持人要求他俩给观众们示范一下吻戏 陈一涵爽快的答应了 随后俩人开始示范亲吻戏截 陈楚河主动的吻了上去 陈一涵则全程闭眼 不敢看他很入戏的样子啊 结果两人亲完之后 前面一直表现害羞的陈一涵突然说 看我内裤都湿了 真的是惊呆了陈楚河呀 陈楚河还对周刊爆料 两人还不熟的时候 陈一涵就对他开小玩笑 他这么敢说的原因 应该是他当时和陈楚河还有一段绯闻吧 两人拍戏的时候 陈楚河还主动的争取了吻戏 不过陈楚河对陈一涵深情款款 陈一涵却没给他面子 直接说对方最爱丰凶美女 和陈建斌合作拍戏以后 被问到彭于燕 陈柏林 陈建斌谁比较厉害 陈一涵就直言 当然是皇上啊 虽然有这么多惊人的言论 又超会撩的 可是很多人一看到他 可爱又健康的元气女孩的形象 他开过的那些小车车呀 也就自动的忽略掉了 神奇的是 他开了那么多车 也没有掉粉 反而和老公一起上节目 因为过分的年龄 甚至有些作作让网友看了 也喊心泪受不了 果然观众缘真的是一种玄学呀 小清新的本质都是大尺度 问题来了啊 小清新女星们怎么就那么大尺度呢 这里又有献哥的故事了 以上提到的女星都从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来出道的 五点有段时间呢也主持过 像杨陈琳上节目的时候才15岁 上台啊都有些害羞 可实际上啊 他那时候父母离异了 家里欠债为了养家 他不得不到处参加节目 争取一个成名的机会 黄小柔也在这一集被pink了 还有黑比上我猜 一连冷漠的却说 大家都说自己很搞笑 而宝藏女孩陈一涵却超见谈的 一上来就说自己被老外搭讪 对方问他要不要去家里看VCD 又说上体育课的时候 喜欢把同学的裤子扯下来 自己也被扯过 真的是很会找点了 以及最夸张的鬼鬼 16岁就说自己有过6个男朋友 经常倒追别人 鬼鬼就不是我猜出道的了 不过他太精彩了 还是要提一下的 这位的人生倒是高度统一了 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倒追男生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呢 只是上了一个节目 他们就从素人美少女变明星了 不过也因为从节目出道 习惯了台宗的放飞模式 他们上节目也更容易大尺度 和现在小心翼翼说套话的小偶像是不一样的 当然弊端也有的 一过早出道 学识进食都缺乏 却被公司包装成单一形象 像杨成林就吃过没文化的亏 可在唱片公司的包装里 他们主要表现讨喜 专辑能大卖就够了 谁会管你是一个有没有观点的人呢 黄小荣就透露了 在团体的时候 人上厕所都要四个人在一起 唱片公司是不会管人 心里面实际是怎么想的 而这些形象加上性格的表现 和神奇的观众语言加持 很容易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 似乎小清新就不会讲话大尺度 必要的时候 经纪公司还能够通过企划来改造人设 比如 Ella就从假小子变成了地表最强辣妈 Hebe更是变文艺女神 一旦这些人设立起来 艺人们又会从大尺度变小清新了 就这人设变来变去的 很容易给观众迷惑感 万一有时候语出惊人 年轻朋友也会觉得房子塌了 二台宗台媒无底线 他们也无奈 像Hebe在我猜里面发表惊人言论的背景 是节目玩猜女生照杯 本来就是一种低俗的玩法 在节目底线放的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很多话说了都会被剪出来 不代表说那些话就是对的 但节目应该要有正确的引导意识 但大多数话题都能够被说是节目效果 像蝴蝶之前说罗志祥是男友 就以节目效果搪塞过去的 而且为了宣传 一些明星也真的会把话说得很夸张 像杨晨琳开唱的时候 关胸部什么事 没事陈一涵为什么要说自己电影不用裸替 无非就是希望八卦媒体能够朽到亮点 第二天写稿 能够提多几笔作品而已 明星掐饭也不容易的 这个时候就一笑置之吧 三 想吃双方红利吃撑了是会翻车的 最后一点比较严重的是一些明星自己心里面没点数 他们不知道观众其实不讨厌GHS的明星 有些搞得好也是很讨喜的 哪怕你对着喜欢看大尺度的人说大尺度的话 到必要的时候又按公司安排变小清新 这些都没关系 像亲女二有一位选手在台湾走辣妹路线到节目上面又变了小可爱 但是拿着双边红利再不适宜的时候还要表现自己 那叫做用力过猛 包括但不现于翻脸太快 切换形象过快 假装没有说过某些话 强行表达某些观点 大家都知道用力过猛可是要翻车的 互联网并非没有记忆 只是大多数的时候啊 吃瓜群众都懒得变太戏罢了 实实在在的文化人不会每天在QQ签名里面来回切换 百度来的书本华和太载质的 思维敏捷贴码行空的艺术家也不会拿着几张45度脚仰望天空自拍照来混冲文艺青年 有本事的医生啊没空天天在网上搞中医 西医的嘴炮大战 然后住四合院的有钱人呢即使是炫富也不会穿一身印花logo的 按工业化来说 娱乐行业里面艺人本身也是商品 商品为了迎合市场而做出的种种包装无可厚非 这不见的就阴阳人 曾经五黄的艺人呢大部分也是没有否认过去的历史的 因为那也的确谈不上什么黑历史 面对GHS的市场啊就五黄 面对喜欢其他类型的市场就包装成另一种路线顺势而为 与其说人设 我想啊或许可以用基于才艺的KOL来形容比较合适了 一些主打思想理念性格之类的艺人 圈粉的方法无非就是塑造一个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KOL 五黄是 小清新是 耿直是 傻白甜 也是 但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圈粉 我希望有一句话可以不只是说说而已 观众真的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你不能在需要衣食父母搞舆论的时候就侧面鼓舞 轮到自己翻车的时候就开始舆论谴责有其负面性 你不能之前对衣食父母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捧个人场 到群批被女友指责的时候就成了个人行为与您无关 你不能够吸粉的时候不挑年龄段 希望粉丝上至99下至三个月 真该给小朋友当反面教材的时候就说怕教坏小孩子 明知道粉丝里面会有低年龄层的少男少女 明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粉丝 明知道这样做会伤女友的心 你还这么做 事发之后那也只能够唱罗志祥的首本名曲 狐狸精 狐狸精 狐狸精臭不要脸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